美方已经多次指出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完全是个弥天大话 美方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新疆强迫劳动为借口 实施涉疆恶法 企图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 严重侵犯新疆民众的基本人权 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严重扰乱国际产攻略 美方应当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停止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